矽谷良表示 这段期间他不断的与市民对话 了解民众对交通的需求 因此他特别提出了 基隆交通升级的一些看法与主张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跟很多的通勤族接触 不论是坐火车的 或者是坐客运的 都多了解他们的心声 那我们昨天也提出了我们几项 我们对基隆市未来交通政策的看法 首先就是我们坚决 我们坚定的一定要维持台铁火车 一定要进入基隆市的市区 也就是台铁基隆站 我们认为就是说 假如捷运到巴都以后 或许可以考虑往安乐区那边去发展 这样子的话也不会彼此之间 有铁路跟火车抢客源的情况 另外就是沿着火车站 沿着未来的基隆捷运的捷运站周边 我们可以导入更多的一个城镇开发 可以引进更多的就业 而且可以用前岛的公车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选定了捷运地点 捷运还没有盖好 可是我们未来在发展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公车先行来培养这样子的运量 所以我觉得这几样政策都是可以替基隆市的交通 带来一些解决方案 再加上基隆市其实也蛮多公车是老旧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更新 是电动公车 然后是这个无碳排放 然后也需要顾及到低底盘的公车 让无障碍设施的功能能够更强化 让特殊的朋友们在搭乘上能够安心的使用 要不然很多基隆的公车 是没有办法载运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所以以上这几点的交通政策 都是我们认为说对于基隆市来说 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及基隆未来我们的通勤族 一定要能够跟双北一样 要纳入1280这样一个月票制度 要不然我这一次在外面跟很多通勤族在聊 他们都是可以用很万坦的一个心境 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纳入1280 而双北的民众都可以纳入1280 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 我们一定要讲出基隆民众的心声 并且努力去达成基隆通勤族 大家所想所要的 我觉得做政府选首长 就是要能够替他们完成他们的需求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这一集 能够的对象 还有很薄 但我会看到你